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为什么会喜欢上午 我觉得就是一个契机吧 就是看到就在美国这种生活 就是他们平时都喜欢喝咖啡 那现在我已经习惯了 每天起床训练前 其实我都会来一杯黑咖啡这样子 这也是我自己平时 比较放松休闲的时候 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吧 我觉得这都是让我自己平衡 自己生活跟篮球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吧 觉得这是我自己赎压的一个方式 你想要成为高水平衡的球员 你脱离不了训练 你就是要不断地去持续努力 当然成果不可能会一下子的呈现出来 但是你一直持续不断地努力 总有一天舞台会是你的 机会总有一天会到手 但我说到你现在的想法是来自来的 当我告诉你最近已经比较大 你真的以来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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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了 可能用第二視角去看我在場上 或是訓練的表現比較清楚吧 所以他看到一些可能需要加強 或是我的弱點 他都會幫我提出來 他會從這邊讓我去加強 然後主要也給我很多心理上面的指點吧 郭島常年都在遼寧 指教的是聯盟的強隊 能夠有一個冠軍教頭來到咱們隊 我覺得是一個很難得很難得的一個機會吧 所以我當時就是非常的興奮 很期待趕快跟他合作 然後能夠從他身上學習東西 郭島從第一天到現在其實每天的訓練 對我們要求都非常嚴格 不管訓練比賽中 他對我們的指導也是非常的直接的 遇到什麼問題 他會第一時間提出來去糾正我們 去指導我們 這兩個賽季中 不管我們遇到什麼樣的對手 郭島也是要讓我們去挑戰自己 我覺得這就是不斷的提升 我們自己個人的心理層面 還有我們的信心上面 技術上面也是 就是一天一天的去累積過到對我們的要求 期望我們龍師慢慢的成為我們想要成為的樣子 因為現在是職業權的關係 那我就不斷的告訴你要自律吧 自律我覺得對職業權來說是非常重要 那我也會這樣子期盼自己 就是有好的生活 好的身體 那當然好的表現就會在球場上 我覺得籃球 就像人生一樣吧 因為有很多的高低起伏 遇到不好的事 看你用怎麼樣的心態去面對吧 就像在球場上遇到困難了 能夠去突破這關的話 那這就是你 能夠再提升到下一個 階層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吧 現在在這邊也是第五個賽季人 那跟大家企業都很熟悉了吧 平時的話 這裡就是我的家 我覺得對我來說的話 這年輕 不管是球員或者是任何領域的 我覺得都要有一個願景 要有夢想 給自己設下小目標 然後一點一滴的去達成這個目標